我最近去國中放學 我現在替代義嘛 跟他們同學下班 跟很多同學搭捷舞 搭電車 聽他們講話 他們的講話都不一樣 真的 我介紹一下 就是 比如說我們說狗 就是 狗 日文是犬 現在狗不是狗 狗是父子 比如說什麼 這東西好喝 狗好喝 狗 我這樣打他 我這樣狗打他 然後還有一個同一字 叫做站 這個東西好喝 好喝炸 打炸他 我這樣講耶 所以狗是 拒錢的夫妻 炸是 去後的夫妻 比如說我罵他 他用噴嘛 噴他還能cash down 我噴他 就是我罵他 這還能理解吧 他們也在想 狗噴炸 我狗噴炸一波 我用一波 我狗噴炸一波 大家是不是覺得 哇年輕人 哈哈哈哈 我也是這樣覺得 我自己也聽不懂啊 然後還有很多字 還有一些比較老的字 大家可能知道 比如說我gank 大家知道gank嗎 遊戲出來了嗎 gank 女生可能不太聽到 gank就是我突擊其他 對我突擊他 那大家知道 我們喜歡講別人 算耍中二嘛 對不對 他們也沒有中二這個字 因為他們被罵中二 被罵到不熟 他們不用這個字 他們用什麼 他們用被 因為聖結石 Ban 噢噢 是嗎 這不能錄是不是 他們就耍中二 他說他耍Ban 他耍Ban Gank又在Ban 別Ban了 你耍Ban 所以我在捷運上 聽到他講什麼 我聽到一個男生 跟他的朋友講說 Gank 我今天在網咖 看到有個白癡在耍Ban 我整個人雷送 狗噴炸一波他 他整個人薯條 旁邊的女朋友貓咪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旁邊的女朋友 狂 狂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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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手這樣子 狂炸 他不在笑 他在刺手手 好新哦 大家還記得以前 火星文嗎 我之前 我出生的時候是用五米小蛋的時期 火星文那時候很糖 我就覺得 噢噢好厲害哦 大家聽不懂 其實我們聽不懂 我剛好沒有幾次完整的句子 那個 狗咪就是傻眼貓咪 就是傻眼 然後薯條是烏煙薯條 他有烏煙的 哈哈哈哈 哦 所以就 還有什麼字可以解釋到嗎 我查一下 OK嗎 對 他跟別人一起講 你根本聽不懂 而且很多動物耶 那隻狗超狗 我整個貓